身巴体坛三层皮一针姐姐看到你 欢迎来到本期的胖周乐球 今天胖周跟个球迷咱们一起来聊一下中国女排 我们知道中国女排正在林宇尼参加女排世界联赛 球队即将迎来第四周的第一场与荷兰队的这场巅峰对决 那么荷兰女排堪称是本次女排世界联赛上的一支黑马球队 目前整体的成绩排名也都是非常的好 那么也是最终打进本次女排总决赛的一个热门球队 所以说在本次中国女排挑战荷兰女排的竞技之下 我们必须要拿出毕生的信念 拿出我们所有的看家本领才能够有机会击败这支势头正胜 状态非常火爆的欧洲竞技 那么所以说这场比赛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来说也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好在郎平本场比赛堪称是如虎添翼 因为朱婷严临丁霞李莹颖在内等六大主力也是如数的归队了 目前这六大主力也都已经确定将会出战本场与荷兰队的比赛 但是很多的中国女排的球迷也是在这两天我看到有私信胖州的 有给胖州留言的 问这场比赛中国女排的首发阵容我们究竟该怎么样排呢 这六大主力回归之后 他们六个人会一口气全部进入到首发名单吗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通过两个点通过两个角度我们去分析的话 那么中国女排本场比赛决战荷兰 郎平一定会变阵 但是变阵的幅度并不会特别的大 那么在这六名回归的主力中 我个人认为将会有三个人进入到这一次的首发名单 而另外三个人将会替补出战 那么为什么说有三人首发三人替补呢 首先第一个角度层面考虑 我们这六大主力他们此前九输战阵 很长时间没有打比赛了 如果说一口气他们六个人全上去的话 很显然对于我们中国女排整体的战斗力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对不对 那么半主力半替补的一个搭配 中国女排的这些主力陆续的循序渐进 找回比赛的感觉 其次第二点就是非常重要点 什么呢 那就是帮助我们中国女排的这些主力跟替补搭配的时候 检验出来郎平需要检验的那几个边缘球员 像复工位置上的王媛媛以及杨涵玉 这两个人要竞争第三复工 而像刘晓彤刘晓 他们两个人需要竞争第四主攻 是吧 这些位置上都需要通过他们打乱顺序 来跟不同的主力球员去搭配 来尝试谁能够产生更好的化学反应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帮助郎平去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所以说这也是郎平需要打乱 现有的主力和替补的一个搭配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么上述两点也就决定了 郎平在本场与荷兰队的比赛中 不可能一口气把六名主力全都首发出战 那么究竟谁能够首发 谁能够替补呢 其实帮助在这里可以给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 我个人认为有三名主力将会进入到首发 那么分别是主攻位置上的朱婷 这是我们中国女排的一级 她的首发肯定是毫无权丁的事情 她跟张昌宁将会连位搭到我们的主攻的位置 那么其次在副攻的位置上呢 我个人认为将会袁新岳回归到首发 那么她呢搭配这个王远远 连位成为我们的副攻位置上的一个首发组合 那么其次在这个丁霞 她肯定回归到二传的这个首发位置上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就可以基本上确定 是吧 朱婷 袁新岳 外加丁霞 这三大主力将会回归到首发阵容 而其次呢 像李盈颖 严丁和龚祥宇 这三个人呢将会替补出战 那么这三个人来看的话 其实李盈颖她的定位就是朱婷和张畅连那个替补 而严丁呢 她自身是有着一个伤病的原因 是吧 自身她的一个肩部的伤势确实是比较严重 而且呢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休息之后呢 也算是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康复 那么这样一来呢 也就意味着严丁需要给王远远打个替补了 但是眼下其实打这种不重要的比赛 当个替补也无所谓 毕竟不是奥运会的比赛 等到奥运会 我们最佳的复工的组合肯定还是袁新岳 搭配严丁这对我们的双保险 那么同样 孔祥宇这个点的话 她的回归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跟丽瑶形成了一个直接性的竞争 当然这个点肯定还是郎平的首选 目前呢 当然郎平也正在重点的考察接应位置上丽瑶 那么丽瑶呢 她跟刘彦涵之间说实话 也是存在一定竞争关系的 因为刘彦涵既能打主攻 也能打接应 所以说郎平为什么要在最后这几场比赛里 要更多的给刘彦涵和这个丽瑶两个人时间呢 就是要决定 最终她究竟是要留下刘彦涵还是要留下李瑶 那么甚至说也会牵扯到第四主攻刘晓彤的事 这三个人中 至少要有一个人是要离开的 甚至说这三个人中要走两个人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这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还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情 那么这个大变阵的背后 也意味着中国女排整体的战斗力的升级 我们的主攻 我们的副攻 我们的二船 各个位置上都有了一定的巩固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具备了去横扫 荷兰女排的一个机会 我们也期待着这支球队能够在郎平的运球微卧之下 在朱婷的披荆斩棘之下 能够打出一个傲人的战绩 朝着这次女排世界联赛的总决赛名额 而发起冲击 我们也拭目以待 好了那么本期的胖州聊天球 再先聊到这 喜欢胖州的别忘了点关注 胖州我听见明明 聊点球